手机的未来形态是什么样的 我想除了大家现在能够看到的折叠屏 哪怕苹果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机友们我估计多多少少都自己幻想过一些 各家这么多年基于自己的供应链 和各种技术沉淀和对行业的洞察 都在不同时期亮相过一些概念手机产品 今天我们就聊聊各家的概念机 汇总大家的探索方向 尝试管中窥豹 未来的手机大方向在哪呢 好的 我是王舅 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思评 本期我们大致分成两个部分 先带大家盘点一下各种概念机 然后我们尝试总结一下 厂商们的共同点以及未来的方向 你现在问ChinaGPT 什么是概念产品 你会得到一段这样的答案 它的目的是让团队投资者和潜在用户 更好的理解和评估产品的可行性和吸引力 以便在进一步的开发和改进之前 进行反馈和调整 白话就是 兄弟我现在还有很多技术能力达不到呢 我的未来方向是这样的 你看我这个做法行不行 夏天来了 各位的手机热了吗 基于性能需求旺盛 手机发热严重这个大背景 今年2月份的时候 我们拿到了1加11夜冷散热概念手机 我们当时专门发了视频 在后盖上它加入了液体散热 背透过去能够看到液体的流动 亮灯也非常炫酷 向前追溯到2020年 一家亮相了Concept1隐藏式摄像头手机 老大 是隐藏摄像头 不是隐藏手机 拿错了 拿错了 在这边 这台 当时大家在想这摄像头模组是横着放好 还是竖着放好 人家说都是因为有相机嘛 那没有相机不就没这个问题了吗 这台手机真的就是看不到一颗摄像头了 前置它采用的是升降式摄像头 后面这三颗呢 如果你不调用镜头模组 它是隐藏状态 原理就是在玻璃盖板中间 加上了电质变色层通过调节电流实现效果 没有摄像头的后盖 这看起来确实简洁非常多 相比于今天这些镜头模组 那一家这款麦克伦经典设计 把摄像头融合到后盖里边的一体性确实很好 其实这层变色玻璃在拍照的时候 也充当了减光镜的作用 压制了高光 我们也随手拍了几张 但毕竟是几年前的手机了 整个效果肯定是没有那么理想的 变色显样速度大概是0.7秒 正常情况下也基本影响不到抓拍 这层玻璃是通过电质变色的 所以有些小伙伴可能会担心续航 我们了解到它每小时是消耗1-2mAh的电量 如果按照当下5000mAh电池算 这一个小时差不多是消耗0.02%到0.04% 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一家这两台基本都属于阶段性痛点概念 就是夜冷散热会随着制程优化 已经被解决了 后面也很少有机器提到 隐藏式镜头随着镜头模组不断加大 这个突出也不能避免了 如果这个技术放在现在的一家11上面 大概是这个效果 觉得好看的配Cover 1 小米对于概念产品则更加激进 MIX初代公布时有多少人觉得 它只不过又是一个概念机 毕竟小米搞这些玩意儿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但它真的公布定价3499 真的开卖时 这就是我们今天发布的小米MIX 一部来自于未来的手机 所有人都清楚 这个系列开创了全面屏这个词 到MIX4算是实现了真全面屏 对了 还有米粉心中最酷的最新MIX 这TMD 绝了是捣乱 都不可否认MIX一代是从iPhone4 引领三段式正面这种ID结构之后 机圈的又一次改变 开始逐渐演变到现在的正面 几乎全是屏幕的ID 小米19年发布的Alpha 目前为止还在概念阶段 说是手机不如叫吉祥物 4年了还挂在商城 应该是小米上架最久的手机了 这台机器不属于前面的技术痛点概念机 属于全面探索型 极致夸张的屏幕覆盖率 几乎包裹了整个机身 各种概念技术 那是一大堆啊 同一时期发布的 华为Mate 30 Veon X3 同样采用了夸张的曲面扑布屏 取消了实体按键 通过屏幕实现对应功能 但后续也就没有后续了 似乎也说明 极致曲屏 实用性并没有那么高 小米最近的一台是12S Ultra概念机 在常规版的机身之上 直接可以加装相机镜头 但它也属于阶段性的基础点概念 为了宣传自己的影像特意搞的 就在我们本期视频录制快结束的时候 我们非常幸运 收到了Vivo给我们提供的 三台Apex的概念机 但是稍微有些遗憾 就是由于年代久远 这三台机器都已经开不了机了 我们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实验都不行了 但是从外观ID设计上 还是能够一睹当年的风采 首先最接近当下手机设计的 这款是18年的Apex 方方正正的也是直角边框的设计 果然实际是一个轮回 当年它是有三个关键技术 一个是顶部的升降摄像头 这个在机圈火了一段时间 是由蓝场带起来的 然后就是半屏的屏下指纹解锁 现在蓝场系很多机器也都在使用大面积的 都是从这台机器开始的 当时这台机器顶部是没有扬色器开孔的 所以它也采用了屏幕发声的技术 现在看来这台机器依然是非常精致的 比较遗憾它不能开机 但是从侧面斜着看的话 这个边框确实也是非常窄的 第二台就是19年的Apex 当时是主打的一体化 和魅族那个是属于同期的产品 它四周没有任何一个按键 都采用的是这个压杆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电源键这个位置是内侧用了一个虚线 然后给你标出来 机身是玻璃一体化的 然后把屏幕这样扣进去 然后元器键堆在里面 它是用一整块玻璃相当于给你做了一个盒子 然后后背是一个磁吸式的充电 它并没有像魅族一样采用的是无线充电的方式 然后这台机器还有个大杀器 就是全屏的指纹解锁 就任意位置你直接一盲按就可以解锁了 然后第三台就是这个小长条 有点像一个小腰盒咬空器的感觉 这就是20年的Apex 它最主要的一个技术就是微云台 后面微云台呢 这个蓝场器是正经用了几年的 在大旗舰上也都有 不过后面随着镜头模组不断加大 然后算力和算法的提升 这个技术现在蓝场自己也不用了 但是当年这个技术还是挺先进的 它上方还有一个前方镜头5到7.5倍 而且这台机还有当年非常火热的一个瀑布屏的设计 再加上它机身非常的窄 所以握持的手感 我们那部小伙伴都觉得 比现在的手机是好太多了 但是这个屏幕也比较异形 已经都是瀑布带拐弯了 虽然不能开机体验 但是还是要特别感谢一下蓝场 一次性把这些机器都借给我们 然后视频中也出现了很多概念手机 在此一并感谢 兄弟们记得给我点个赞 特别感谢 后面的话难搞的机器 我们争取都让它上视频 要说最尴尬的应该是19年的5孔手机 发布前一天 珠海小三星发布了 这台ZERO5孔概念手机 整个机身上下没有一个开孔 无线充电 无线连接 使用eSIM卡 圆润的机身握在手里 确实非常舒服 高度集成化让它达到了无人匹敌的一体性 在未来无线充电大规模普及的时候 这种机器可能会惯发新生 OPPO X卷轴屏手机 2020年发布现场我们也好好体验了一番 卷轴嘛 顾名思义 就是将屏幕像画一样 在不实用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卷起来 与常规手机大小就差不多了 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屏幕可以展出更大 和折叠屏的思路差不多 这两者其实都是在解决既要又要的问题 小体积加大屏幕 摩托罗拉在2022年10月也展示了一款卷轴屏 只不过那个是上下卷 大概逻辑上差不多 后盖多了一个副屏 一屏多用 三星在2023MWC上也亮相过双折屏的手机 小米林斌在微博上面也曾发过一款双折手机 目前我们还没有实际体验到相关的产品 不过现在的单折手机 发展势头大家也都看到了 小于10毫米的折叠屏合起来之后 并且还是在没有牺牲续航和其他体验的基础之上 做到这么轻薄的 手机本身就是技术密集型的产品 披着科技的面纱 这概念产品像是揭开了面纱的一角 可以看到部分未来 既增加了神秘感又起到了宣传作用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六七年前的一些概念产品 其实已经落地了 比如说大面积的屏下指纹 屏下摄像头 全面屏等等 厂商还出过一些手机外围的概念技术 就比如说充电领域 目前发布到最高的是300瓦 相比已经使用上的240瓦 多了一个小米13的充电功率 今天打到的充电功率也曾经都是概念产品 比如说早年的时候 传音的160瓦有线 50瓦无线充概念 现在都已经落地了 无线充摆脱了线材的限制 但是会受到一些位置影响 如果你放的时候没放好 可能就充不上电 小米曾经也提出过一个更加科幻的概念 就是隔空给设备充电 没有充电线 也没有特别的充电位置 真正做到了无感充电 不然来我们又注意到 从21年开始 各家发布的概念机就没有那么多了 16年到20年这个时间段 市场的火热让各种技术探索都非常激进 但最近三年市场趋于平稳 ID设计基本已经稳定了 明年发布的机型 其实机友们你现在想一想 都能猜个大概 最新的处理器 屏幕同样还是2K的 养生器应该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马达也没什么太大变化 拍照继续添砖加把 聊到这的时候 估计有些小伙伴会想到苹果的Vision Pro 它确实是近年消费电子市场 最大的一颗炸弹 当时在总部工程级的体验之优良 都让我记忆忧心 但当下它还并不是手机的代替品 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它应该都是和手机 是并行的两种设备 说回概念机 为准备本期视频 我们详细查阅了近10年的 各种手机概念产品概念技术 并和厂商借到了 部分概念产品真机进行体验 在这个时间段内 我们大致可以总结成 两个概念类别 功能集成和屏幕面积 大面积屏下指纹 隔空充电 隐藏摄像头 夜冷散热 乃至无孔手机等等等等 它们都是在通过高度技术集成 在现有手机的形态基础之上 做功能完善 提升你的使用效率 大面积屏下指纹 可以让你解锁更快 隔空充电可以让你更加无感 隐藏式摄像头和无孔手机 可以让你的设备看起来更加漂亮 夜冷散热则更直接 就是让你打游戏更爽嘛 这些都是 现有手机形态的技术概念 随着柔性All-Eye技术的成熟 手机终于可以在固有形态上面有所突破了 如果长期关注我们的小伙伴 不知道是否还记得 两年前 基于折叠屏的开始 我们就聊过一次 未来手机这个话题 看过的小伙伴 可以酷不二一 绝对老粉了 其实从屏下镜头 全面屏开始 到横折 竖折 双折 甚至三折 再到横向卷轴 竖向卷轴 等等等等 这些尝试 都是在满足人们 在信息爆炸时代 对于便携设备的信息获取效率的追求 这定义有点多 我再说一次 这些尝试 都是在满足人们 在信息爆炸时代 对于便携设备 信息获取效率的追求 屏下镜头和全面屏 除了观感更好之外 也在原有直板形态下 提高了屏占比 进而提升了相对的屏幕面积 人们还是不满足 毕竟单屏再大 你超过7寸就很难握持了 那就搞个环绕屏α 前后侧边都是屏幕 但是这种形态 还需要翻转手机 看这边的消息 那就折叠 一折不行 两折 两折不行 就卷轴 直到最后的Vision Pro 算是给了你一个无线屏 你眼睛看到的地方都是屏幕 你想放多少内容 就放多少内容 其实那期视频我们就聊到了 两年过去了 我们的观点并没有发生改变 基于屏幕的这一切 乃至ARMR 都是人们在不断追求 更高的信息效率 我们继续对这些概念产品的观察 未来的手机形态 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我们都觉得 还是纸板加上折叠的这种形态 厂商们在纸板级领域 继续完善基础技术 在固定形态下 可以达到更好的体验 折叠领域将迎来增长期 除了高端属性 对于信息效率的提升 是非常直接的 而ARMR混合设备 在未来的某一天 我觉得最终 还是会和手机设备相交叉的 因为殊途同归 他们都在解决信息获取 和处理效率的问题 希望我能尽快看到那一天 在未来的话 黑客帝国里面 有一个经典选择题 它可以让我们的意识 在虚拟构建的世界里活动 如果真的实现了 你是选择红色药丸 在现实世界 还是选择蓝色药丸 进入舒适的幻境之中呢 其实不管是概念产品 还是未来手机 都有一个明确的潜台词 就是探索 这个词本身就充满着不确定性 正是因为不确定性 所以才非常神秘 非常有吸引力 它本身就很有意义 就像你不知道 未来自己的人生是什么样的 会与谁同行 但你肯定想过未来的样子 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 这个就是概念产品的意义 非手机类别其实也行啊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 你印象最深刻的概念产品 OK 这期视频七七八八说了非常多啊 如果对你产生了一点点小启事 一点点小帮助 可否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 特别感谢 更多的精彩 大家在全网搜索观众叫YS PIN 博观众体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